我想請教你 在風水、八字上 如何救到自己呢? 可以的 其實在我們八字學裡面 我們有一套叫八字風水學 即是利用你本身一個人的八字 然後結合風水 做一個叫救應 希望可以幫到手 因為現在你知道 因為香港疫情現在這麼嚴重 很多可能中小企都未必頂得住 失業率可能會高期 其實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自救呢? 其實有的 其實原來我們可以根據 每一個人的八字的不同 我們看看在八字裡面 事業那顆星 即是代表事業那顆星 究竟會不會是很弱? 如果事業星是很弱的話 我們可以在某一個方位 加強那個事業星的力 我叫它這個叫做八字風水的治療法 大家也可以看看 如果你的事業星是弱的話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不需要學很多年就可以了 我們首先要用Apps 建好自己的八字出來 因為手機都有很多建八字的Apps 看看自己的事業星是否弱 如果事業星五行是屬金 五行屬金而它是弱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家庭的西面 家庭的西面 即是在家中間 用指南針放在家庭的中間 對下哪邊是西面 現在不用指南針 手機Apps也有了 哪邊西面 你在西面那裡 就放一些 譬如說金元寶的食物 或者銅的 或者金的 即使不是金屬的話 因為元寶有時都很難買到 真的銅的那麼大 金色的話也好 放在廳的西面 那就可以增加自己的事業運 較為助理一些 好了 那如果自己的事業星是木的 那就可以在東面 在東面那裡種一些植物 種植物 不過今年就要小心留意 因為今年我們叫五王 就去到東面 所以如果種植物的話 都是種一些水種植物 還有沒有那麼大棵 只不過是用來做起自己的事業 好了 那如果是事業星五行是屬水的話 那就是在北方那邊 那就可以放一些類似是水的飾物 或者是魚的飾物 或者是魚的飾物 或者是一些放一些海鹽 那這個就是可以增加水的能量 那跟著呢 如果是這個事業星熟火的 我們可以藍邊呢 就是放一些 或者放一些 放一盞燈在那裡 是吧 或者可以點那些香薰蠟燭 是 那大家都知道 有個架在裡面 就點一些香薰在那裡 是 那這個呢 其實呢 我最近有兩個客人呢 他們都是需要這個 南邊的火的 也都是跟他們事業有關的 那我兩個客人呢 我叫他們這樣做了 在南邊點了一些香薰蠟燭在那裡 那他事業上面呢 本來是怕著說沒有人請的 但是竟然有幾份工都說請他 是的 那這個呢 證明都是有一定的效用的 嗯 那如果那個官星事業星 五行屬土的話呢 那 可以在廳的中間 是吧 那可以看一下 放些什麼漂亮些的飾物在那裡 就是 有時候未必真是很中間的 就是大約是中間的位 那可能剛剛有張餐桌啊 或者什麼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放了 如果不是的話 放不到就放不到 嗯 就是不要硬放些東西阻止自己 就是不應該在那裡的 你還放在那裡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土來講呢 官星屬土就麻煩一點了 那這樣就不容易做得到的 嗯 那這個叫事業星呢 在八字裡面呢 你見到一個官字 那一個就是做官的官 或者一個叫殺字 就是殺字很多人怕的 就是好像那些空神浮沙那樣 那些殺 那這個是代表事業的 那如果譬如說 事業是特別差的 那也都不妨用這個方法 看看可不可以幫助到少少啊 嗯 這樣呢 因為現在 因為現在 相信都很難穩識 這一年都較為麻煩一點了 嗯 OK 那其實呢 正如師傅所說 大家 今年 2020年 那不妨呢 就是 注意一下 就是 可以用師傅的方法 嗯 希望呢 好似師傅所寫 自救了 是的 嗯 OK 好了 那下一集呢 我再請教育龍師傅 其餘一些 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 多謝 拜拜